眼前的这名缅甸女子今年只有16岁 8月17号当天她提着两箱缅甸月饼 出现在昆明的一个巴士车站 由于行迹可疑警方上前盘查女子 结果发现这些月饼原来内有乾坤 警方在160个月饼当中发现150个毒月饼 里头藏有重量接近3公斤的冰毒 这名16岁的女子怀有4个月的身孕 目前被警方扣留调查 在继续对这个月饼进行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在其中的这个月饼里面 它的血儿里面是夹缠了这个毒品可疑物 这个毒品可疑物还继续用这个保鞋膜 然后用这个腹血纸和这个蓝瘦的封口袋包装起来 在这名女子落网之前 警方也逮捕了另一名缅甸女子 警方早前接获情报 至8月15号当天有人会从国外走私毒品到昆明交易 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携带大批缅甸月饼的女子 这些月饼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问题 但是当警方掰开月饼时 里面的馅料竟然是一颗颗的红色颗粒 这批冰毒重量也接近3公斤 这名18岁的缅甸女子表示 要求她运送月饼的男子承诺 如果交易成功可以获得5000人民币 或是大约相等于马币3000令吉 警方正在调查这两起毒品走私案是否有关联 NDP7综合报道 大批那给你多少钱 他给我5000块钱 5000块钱 嗯